这有一人专门在画了过为次人无界灵性生态的佛像 已有一定数量 印居一定的说服力 他底下两个问题 请问是否可以把这些作品展示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该用什么方法度人学佛 比较有帮助 你第一个问题 问可不可以把这些作品展示出来 我不知道 我没见过 那么展示出来 这是有关整个佛教的 关于整个佛教的东西 要想展示出来的话 最好 先跟佛教协会联系 跟这个宗教局联系 先让他们看看 听听他们的意见 或者他们主办这个展览 或者他们卸做卸办这个展览 这都很好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你说用什么方法了 度人修佛比较 就有帮助 那你自己先把修好 我自己没有修好 没有法子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常常起反效果 这个是佛在经上 讲过多次的 自己未度 而能度人 无有是处 这个意思讲 你自己还没得度 你也想度别人 没这个道理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做好 现在连世间人都讲究 学为人私 行为师范 我所学的 我所做的 都是世间人最好的榜样 最好的模范 你就可以多说 世间人所有这些烦恼稀气 我都没有了 这才行 那也就是我们平常常讲的 那四句 十六个字 自私自利 有没有 明文立扬 还有没有 无欲六成 还有没有 贪嗔吃慢 还有没有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我们这个制度 最低的限度 做到了 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 就很勉强了 可以开始 稍少地做 慢慢地再提升自己 你的德行越高 智慧也越大 结根物 越深 那你度众生的灭就越狂 度众生的时间就越长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一切都要从此生做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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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